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陈菊的新书《花妈新内话》陈菊4000天内容大报2006年竞选高雄市长的背后秘新提到当时与时任代理市长叶菊兰立委管碧林的选举恩怨,引起民进党内不小的布兰,管碧林继日前表示,菊姐要再划几刀,就请发借吧。 后,今天又在脸书,PO文表示,当年选举的胜选方程式被操作成个人恩怨,真是十分遗憾。 管碧林表示,2006年1月22日,她召开记者会表达参选意愿,想和陈菊成为初选家话。 没想到在2月13日,时任民进党北高粱市党部主委赵文南,黄青林与党主席游席坤见面后,表示为了胜选的提出北蔡英文南叶的胜选计划,但后来却成为北线南叶。 自此菊兰姐,菊姐和我苦命地卷入了一场历史的拨弄。 管碧林说,当年高雄部分最早发动的是赵文南,那时党团宗赵柯建明也推过一把,此举还遭赖青的披甲传圣旨。 柯植妙辉我这辈子没有看过圣旨,之后她在记者会上表示,为了大局,我难舍能舍,但也很苦。 管碧林指出,事后叶菊兰在尘埃落定后,也希望陈菊不要把初选过成种种当作斗争,并希望三个女人团结。 管碧林感叹,当年党内推动北线南叶的背后,是为高雄谋不,是为个人斗。 但当年党内人士的盛选方程式,却因陈菊新书出版前,被新闻操作成个人恩怨,让十二年后的可怜三姐妹又陷入风暴,让人十分遗憾。